第二關馬上要來 是 所以你看 今天帶給你們 要看的 要分辨的 絕對都是很厲害的 最重要答案太簡單 第一題就是你放水啦 你剛剛看他放水很嚴重喔 完全沒有辦法撐 他沒有辦法 真的 沒關係 第二關開始增加難度了 我們要進入第二關是 第二關 變真假 這一關有兩個寶物登場 但只有一個是真的 來賓跟觀眾朋友一起猜猜看 到底哪一件是真品呢 這一回合我們要考驗一下 我們的嘉慶君 知不知道自己爸爸也就是 乾隆皇的物件 這兩個物件 到底哪一個才乾隆皇的物件 你看看篤霖哥也算是 我們這個正皇級後裔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待會兒 可能摸一摸就有感應 這哪一個 哪一個是乾隆年間的 可以靠多近看啊 可以... 可以拿 等一下 我先請一下 我爸來一下 對 給你一點感應 好不好 金老闆 可以拿 這個嘉慶君可以拿啦 你還好 你加最近 不然這樣可以拿 我就覺得是假的 嘉慶君可以拿 別人不能拿 我跟你講 是假的 這不使要看這裡 還要看背後 嘉慶君 你好 你看看 所以你看 我們平常在拍劇的時候 旁邊也會有一些道具嘛 盤子呀 什麼的 是 雅安姐一定看得懂 旁邊都很細耶 旁邊的邊都很細 雅安姐把他當老闆的東西 我知道了 這樣就要用來看看 可以看這個用途 他不能拿 沒有資格拿 我算是正皇期 在我平常是在旁邊 在打掃的啦 我打掃的時候看很多啦 看很多 大概知道對不對 沒關係 秦老闆一樣 會給我們限度 這個是 和田玉的熏香爐 這個喔 這個是熏香爐 和田玉 熏香爐 好 這上面有兩隻吃龍 有沒有 兩隻吃龍 對 然後這個是奇祥物 那這個是和田玉 那怎麼看起來 好像舊舊鼓鼓的樣子 肚懂肚懂肚懂 肚懂肚懂肚懂 對啊 如果是堅龍年間 是 這個有寫 對 對 我先看是我老婆的陰 還是我的陰 是 對 對不對 那一定呢 那這個 你先幫我拿一下這個 你不要看我們打掃的 這個 我在我們家常常拿 還有先摸摸看喔 看是什麼雷科的 還是說當初真的是手工雕的 都可以看得出來 是 所以 它是母的啊 那是什麼意思 吃龍沒有共母 吃龍就是尾巴是分叉的 這個尾巴怎麼了 要斷喔 吃龍 夫妻吵架 打斷了 或是古物喔 流傳多年下來 我想請問你現在的題目是說 這兩件哪一件是真的 哪一件是真的 真古董 是 真的古董 而且乾隆年間 因為我那天有 因為我那個前故宮博物院院長 是 馮明珠老師 是 是我們GF EMBA的老師 對 是 他其實常常帶我們去故宮 看一些古物 但是呢 我們都有在聽啦 我沒有辦法講得那麼仔細 是 所以這一件呢 我沒有認為它是真的 什麼原因 因為我聽說過 說它這個 它去那個搖燒的時候呢 它這個線條會留下來 雅蘭 這個不是瓷器 這是玉器 它是用雕刻的 這是雕刻的 我來講喔 不好意思 跳一下 這個呢 那我看到的那個是 瓷器 對 瓷器 這是玉器 它是和田玉的 對喔 它剛剛說是和田玉 對 你知道喔 你說 我的老家在遼寧省 秀岩縣 不用抱家門了 你只是說吧 是一個滿足自治縣 秀岩縣是 最有名的玉都 對 那這樣的玉呢 就是說 這種玉啊 很多各式各樣的玉器 在觀光玉條街 各式各樣的玉碗啊 玉什麼都有 對 那這樣的宮呢 我看很多 這個宮我覺得有點粗 不像是皇上會用的東西 對 你縱使說 這麼多年一直用下來 也不會這樣 這個... 他沒有用過吧 他薰香盒 根本都沒有用過的 可能經過再處理或者什麼 我覺得這個不會是 真的 那兩位是覺得 這個是真的 是吧 對 為什麼 那多年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覺得用剃除法 如果覺得它是假的 就覺得它是真的 那我跟兩位介紹一下 這一件只要不是壓顆粒 你就是真的 亮到灰反光 這一件是乾隆皇帝 最喜歡的一種玉器 叫做恆都斯坦玉器 恆都斯坦是哪裡呢 恆都斯坦就是巴勒斯坦 那個地方 叫恆都斯坦 是 那這個玉器呢 你看它雕都很薄 都是透明的 對 然後呢 因為在波斯文化裡面 喜歡刻花 是 幾何紋 是 對稱幾何紋 是 然後這裡面還有花 所以這個是一個 假設是真的 是 恆都斯坦玉器 乾隆皇帝最喜歡的玉器 那這個做什麼用的 你說要放在哪邊 觀賞 觀賞 因為 可以欣賞的就是它的雕工 好棒 很雕的很漂亮 很薄你看看 你看兩個雕工 這個戲多了 對啊 這樣子感覺 又是一個放水堤的感覺 除了雕工以外 你看它就隨便把它 放在桌上 你看它用 所以可以從旁邊抽絲 撿棒案耶 雅蘭應該常常來 參加我們節目 她第一個先看 我們這個頂架 對 太厲害了 第一個看那個座子 我要看一下待會其他的 價目表要不要拿下來 太厲害了 是 所以這種器物 主要是文物的東西 你要用四個方向去判斷 就是它是宮廷用的 既然是皇帝用的 它一定是宮廷用的 照辦處做的 對 那它能夠保留到現在的話 一定要符合四大元素 就是 這四大元素 再過來才是看年代 對 那既然已經那麼久了 你要看那個東西物件 它有沒有符合精清清美 那個才是可能皇帝用的 別人不能夠用 那如果說以這一件來講的話 它是水果盤 它一定要有使用 是... 但是另外一個熏香爐的話 就看它有沒有用 它可能就是那個鈣盒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熏香油在上面 對啊 裡面都沒有啊 看起來也沒用過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不入皇帝的眼 對 會不會是這樣子呢 到底哪一個 難道沒有可能說 是不捨得用嗎 也有可能啊 就在庫房裡面啊 用不了 磕太多了 我剛剛看雅蘭姐 真的看得很細 但是呢 金清清美四個字呢 應用到現在 可能像篤林哥講的 對 有沒有可能是壓克力的 不是壓克力 它根本就是玻璃做的 是玻璃 是玻璃 對不對 它根本就是玻璃做的 也可以做到那麼的漂亮 是 而且它還這首歌可以用... 這個可以用白冰冰一首歌來 是什麼 感覺這是必須啊 對不對 所以兩位要討論一下囉 到底哪一個才是賈青春爸爸 也就是乾隆的寶物呢 你不要聽我的 到底是A這個浴盤 還是B這個香盒 兩位討論一下 一定要聽我的 請選擇 請選擇 A A 這次很有默契 為什麼 為什麼是A 剛剛有種種 我不是都說過了 都說過了嘛 對 你覺得都這麼精緻 對不對 然後你又覺得這有筆順 獨林哥覺得 而且乾隆應該是 那個年代是非常富裕的 它不會那麼... 這麼... 樸實的一個香爐 我覺得應該是 最少要到有 精清新美 所以既然這是答案 這麼肯定的話 先老闆 您待會兒要先賤哪一賤呢 其實我應該要從那個 最有可能的來賤好不好 最有可能的來賤 最有可能的啊 為什麼它最有可能 因為它刁的是吃龍 吃龍一般來講是在皇家 用得最多的 什麼龍啦 吃龍 反正跟龍有關係的 結果都是皇家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香爐的那個職財 真的是篤林他們老家的 這是秀玉 秀妍玉 秀妍玉 它是論公斤在賣的 對 很便宜 工藝級的啦 很便宜 很便宜 如果說是那個 何田玉是論兩在賣的 是 那就差距就很大了 是... 那因為剛才雅蘭也說了 它這個雕刻的這個 稍微就出了一點 對 所以這個呢 下次啦 賤價是多少錢 來 準備喔 一起來評估一下 請賤價 所以是一千塊錢了吧 很差 這真的很差 那另外一件應該就透懂了 另外一件 我們就必須要先說一下 因為我腦不緊張了 對啊 這一件 不管是透度 還是雕刻 你應該想想看 要把這個雕成活動的耶 小腿這是要一整塊 對 然後慢慢雕 雕成活動的 你想想看 這個有多難 這那麼薄 那麼厚 每一個...每一個雕痕呢 都是整齊的 對稱 透明 最重要的它是翡翠之材 對 這個厲害吧 厲害 所以... 雅蘭還是很厲害 從這些客觀因素 他已經有判斷了 但是賭靈你是用猜的對不對 對 我是用猜的... 是... 等一下 那個就是有經驗了 要接好了 我們一起評估了 一起看一號集 來 請見價 來 請見價 一百萬元 一百萬元 漂亮... 你們這個節目怎麼不說 猜對了通通帶回家 可以... 參加三次就有這個機會了 我們預算有限 但是今天真的是讓你 你看到真正的古董 而且很恭喜 我們答對兩題了 已經有三千元購物金 我腦袋沒聽 這一百萬元 這做得很漂亮耶 不是 我不敢說太多 說太多 怕你們擲桌 好嗎 對 這裡比有其他的... 等於說 他就是要告訴你哪一件 真的是 對 但是這絕對是網上的 真的 如果你看了節目 說行老闆... 我帶一百萬來 我要買那個盤子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家慶君才有可能 法定繼承人 OK 對喔 法定繼承人 絕對可以打一折就對了 這個可以 可以討論 是 所以我們已經答在兩題 有三千元的珠寶購物金喔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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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